五国总理李强受邀访问德国 话说得很明白 先解决分歧 再谈合作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中程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五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应德国政府邀请访问了德国 李强总理坦言 德国是他担任总理后 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显然我们中国政府 这一次给了德国足够的面子 但是李强总理随后又话锋一转 表示此次访问德国 主要是妥善处理两国的分歧 然后再与德国挖掘合作权力 为维护国际产工链稳定 和世界和平繁荣而努力 应该说 我国李强总理 把访问德国的目的说得很明确 解决分歧 促进贸易 再提升两国的经济 用大白话说 那就是先解决分歧 再谈合作 其实我国新华社的报道中 也是说得很明白 李强总理是应德国政府的邀请 去访问的 不是我们主动要访问德国 毕竟前一阵子 秦刚外长刚刚在德国 那是甩手而去 原因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多次对我们中国出言不逊 指手画脚 这个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前一代 此前贝尔伯克在访华的时候 就出言不逊 叫嚣着欧洲不能对台海局势 坐视不管 而当秦刚外长访问德国的时候 贝尔伯克仍然是蛮横的要求 我们中国要站队西方 声称没有中立说 中国保持中立 那就是在支持俄罗斯 于是秦刚外长当时就毫不留情的 反击了贝尔伯克 当着德国一众政客的面 称我们中国不会像某个国家一样 至少不会通过炸北溪管道这种方式 来威胁他国 北溪管道被炸后 德国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随后秦刚外长在与德国总理会面时 仅仅说了五句话就上飞机走了 简单来说 我国秦刚外长甩手离开了德国 那一次中德间很多事情其实根本就没谈 当时情况也没有谈的必要了 有那样的一个背景 这一次德国政府再次邀请我国李强总理访问 无非是想打破尴尬 重塑中德关系 但我们李强总理一上来就把话说得很明白 此次主要是解决两国分歧 德国这一次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中德之间的合作也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再说了 去年舒尔兹拖家带口的访问我们中国 然后满载而归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也确确实实帮了德国 他一次 现在我们中国只是要德国政府的一个解释 想想并不过分吧 如今舒尔兹领导的德国政府怎么说呢 他们是典型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 就是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到你 才会求你 这和当初默克尔访华12次 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有分析认为 去年北溪管道没爆炸的话 舒尔兹可能就不会来中国了 舒尔兹访华完全就是为了来中国捞好处 解决他自家的经济危机 现在德国经济稍微缓过来了一点 他就又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了 如今德国政府再次邀请我国总理访问德国 也是差不多吧 可能是德国的经济又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就在前几天 德国的副总理哈贝克又承认 离开俄罗斯的能源 近一年时间里 德国是啥也没办成 明年没有俄罗斯的能源了 德国部分工业可能就得关门了 最丢脸的是 舒尔兹还同一时间 寻求要与普京通话 俄罗斯是直接根本就没搭理他 普京的秘书直接回应 暂无安排 所以说这次德国邀请我们 不排除又是要求我们 想把我们中国再次当冤大头 所以我们李强总理上来就表示 想深化合作 先得解决分歧 可以说啊 这就是对德国政府的一个下马威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